为在高雄左营知名的牛排馆 因为有确诊者曾经来用餐 26号晚间包含了员工和顾客 总共66人就接到通知 安排要裁剪隔离 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阳性个案 但是否这样的举动 传出牛排馆的总公司不满 认为员工裁剪是阴性 还不能让他们复工 是标准太严格了 矫枉过正 而且员工隔离要到年后才能恢复营业 那么春节期间的生意损失 谁来负责任呢 面对总公司的态度问题 也引发网友两极评价 穿上防护衣带着行李在店门口集合 高雄左营知名牛排馆 因为确诊者来过用餐 26日晚间紧急通知员工搭车隔离 包括员工和顾客 一共匡列66人隔离裁剪 目前尚未发现阳性 有穿防护衣嘛 有很多人嘛 市府这一举动传出牛排总公司 为此不满认为矫枉过正 虽然22日晚间两名确诊者 到过牛排馆用餐 但这期间员工没有身体不适 服务过程也没有拿下口罩 只因客人确诊 员工都要隔离 加上一隔离得到过年后才能营业 损失谁来负责 不满言论一出 网友看法两极 有人觉得是两套标准 有人替餐厅叫苦 损失好几十万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防疫优先 博台这个部分 包含餐具这个部分 要不能够轮流使用 看到的内部的一些 监视画面影像 大概以上的状况 在吃鬼牛排都没有符合 卫生局表示 由于牛排馆有共用取餐 博台接触风险高 才会扩大匡列 面对疫情升温 没有松懈本钱 料地从宽 欲敌从严 毕竟疫情这场仗 谁都不想输 记者客程号张崇敏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